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日本的盲盒 前一阵子中国盲盒很是火了一把 然后先看看日本这个盲盒什么样子 日本这个叫嘎嘎嘎嘎 就是在转它这个按钮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嘎嘎嘎嘎 然后所以这个就叫嘎嘎嘎 然后这个里边是什么都有 然后 然后 有钥匙扣啊 然后 像是这个 鬼灭之刃啊 现在很 很火的这些动漫也都有的 另外还有一些 什么东西 像是这个好像是卖这种 举着放笔的一些小物件啊 还有完全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 这里边还有很多很独特的东西 像是这些是什么 放在这个衣领上的一些小物件 然后还有这个是 什么东西 还有像是一些 啊 这食物的 造型 总之是什么都有啊 哇 这整个 一溜了 我现在在这个购物中心 然后看估计应该有上千个了 好像是这种危险动物的模型啊 还有一些鱼 内部构造的模型啊 然后灭绝生物的模型 汽车模型啊 家具的模型 等等 烂七八糟很有 这个这种东西好像 在日本很多年了吧 然后这几年好像又火起来了 像中国芒粉一样又火了起 哇 这里面有这个贵娃 哇 这里还有调味料 调味料的 这里这些盲盒呢 除了像是模型啊 还有钥匙扣等等 很多就是实用性的东西 像是这个就是 比如说保护你的这个 这个数据线 然后 而且写15岁以上 当然很多小孩子都来弄了 因为很多大妈大叔都喜欢 一会儿玩这个 然后我还是第一次弄的 试一下 这个300元每一个都不一样 你的400元500元 这个300元 300元 然后你这个完 出来了 哇 打开是这样的 这个咒术回战也是最近在日本还火的一个动漫了应该之前火过的这个毁灭之类已经火完了然后现在是这个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打开看一下 挺可爱的嘛 然后这个不需要的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 这个回收的东西放进去 然后呢 它这里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系列 像是这一款 里面有七个 好像里面有七种 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七种 像是 这边这个就是六种 所以 喜欢的人可能就一直玩吧 就没人家 干吗 在那边 这边就是